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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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还是接着来 副讲练讲 大方广佛华言经 入不思议泄脱境界 普贤行愿品 各位同学大家好 上一堂课 我们讲到了 普贤行愿品 集药书的第72页 OK 大家看第五行 经文 愿令众生 常得安乐 无助病苦 欲行恶化 皆惜不成 所修善业 皆述成就 关闭一切 诸恶去门 开示人天涅槃正路 若助众生 因其积极诸恶越过 所感一切 极重苦果 我皆代受 另比众生 惜皆泄脱 就尽成就 无上菩提 从这个地方看起 这一段是讲 回向菩提 回向 前面讲过 回向众生 回向一定发愿 发愿跟回向 它当中是有相同的 就是 同中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因为 回向本身就是发愿 发愿不能说是回向 为什么呢 你发愿的时候 你这个愿还没有做到 只是发了个愿 没做到 那拿什么来回向呢 而回向是你将这个愿 已经做到了 已经做到了 我们所修基的功德 不具为己有 换句话说 以一切众生共享 以一切众生共享 这就是回向 所以回向里面一定有愿 愿里面不一定有回向 愿要兑现了 才叫回向 因此 发愿 回向就是连带而起 道理在此地 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我们刚才所念的 我们刚才所念的 这一节经文 前面两行是 愿离苦得乐 节目说的非常明白 愿令众生 尝得安乐 这是诸佛菩萨的愿望 这是诸佛菩萨的愿望 诸佛菩萨 他所努力的 积极去做的 也就是希望 将这个愿 变成真正的事实 所以啊 菩萨的事业 就是令众生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这两句话 是总说 与四弘事业里面 所说的 众生无边事业度 是完全相同的意思 底下就举出几个例子 第一条就是 无诸病苦 众生病太多了 苦也太多了 病是因啊 苦是苦啊 有病当然就苦了 这是一定的道理 病又分两种 一种是生病 一种是心病 此地我们暂且 无论生病 单论心病 心病是什么 就是经上常常讲的 三种烦恼 见识烦恼 成上烦恼 无名烦恼 只要你有这个病 就叫做众生 所以经上常常讲 九法界 有情众生 除了六道之外 神文 圆觉 菩萨 都算众生 都有病 因此 因此 世红实验的最后一条说 活到无上 实验成 为什么成佛道呢 你要不能成佛道 你拔苦 以乐 就做得不究竟 你要是替众生治病 就治不究竟 因为 等觉菩萨 他还有一病 他还有一份 身相无名 没破 你要是等觉菩萨 你只能帮 比你以下的 你可以帮助他 跟你平等的 或者在你上面的 你是无可奈何 所以 一定要 存活之后 才能够 就近 度脱 一切 众生苦 与一切 众生乐 道理 是在此地 这三种病 都是本身具足的 我们常常讲业障 这是业障 都是由无名生起的 所以啊 无名是病根 成沙 见诗 是知末 一定要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 说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联想到了 我们身也有病 身病当然也是业障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业障 我们自己要晓得 如果身有病苦 你修到 你修到修不成 障碍你修到 所以身体要健康 心地要清静 生病在佛华里面讲 有三种来源 第一种就是饮食 我们古人常讲 病从口入 或从口出 或乱怎么来的呢 是你说话不谨慎 所以佛华里面 是对言语很慎重的 儒家教学 也非常的注重这一条 或从口出 病从口入 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在我们台湾 各式各样的怪病都有 究竟怎么得来的呢 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从饮食里面得来的 我们不能不注意哦 第二种 就是冤鬼找到身上了 会害病 这个我们也常常听说的 某人有什么冤鬼 冤家对头 找到身上了 这种病 医生没办法 想吃东西不小心 不紧慎 或者受到风寒 这一类的疾病 可以找医生 要用药物治疗 这个冤魂找到身上 吃药没用处 因为与那个不相干 所以那一类的病 有的时候 有人求神拜佛 他病就好了 真有效 当然有效 求神拜佛 是佛神给他调节 调节他接受了 这个冤鬼走了 你的病就好了 如果调节他不接受 那里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看慈悲三昧水灿 悟达国师害的人面昌 就是燕家对头 加若加尊者 给他说话 用慈悲三昧水 给他洗 他也说话了 说明过去的烟绸 他接受调节 他离开了 他这个病就好了 所以这是第二类的病 第三类的就是塑液 过去是造的罪液太多 太重了 这个没有法子 这个塑液病调节也不行 医药也不行 那没有法子 像现在害这种病的人很多 还有一种罪液 不是过去生中的 这一生造的 或者造的杀液太重 或者是怨恨心太重 即到一个时候爆发了 变成病 这是一定要诚心诚意的求参悟 真正求参悟 改过之心 那病能好 给诸位说 生病 心病 在佛华里 统统可以医治 没有医不好的病 问题就是你 明不明白这个道理 懂不懂这个方法 如理如法的去修学 一切病苦都能免除 这是一点都不讲 所以第一个 要除一切病苦 其实就是善恶业 是我们的造作 这是关系最大 一行恶化 你要想做恶事 通通做不成 这个好 这叫什么呢 三宝加持 三宝 明明当中加持 你想做一件坏事 都做不成 你要做善事 三宝加持 你都能成就 做坏事 做不成 善事 样样都能成就 你要晓得 如果是这种情形之下 你已经得三宝加持 已经得佛菩萨护念 这在我们起心动念 一切照作之间能够体会得到 真正是感应道交 再来经文 关闭一切诸恶趣门 恶趣 是什么呢 三恶道 三恶道的门关闭了 换句话说 你不多三恶道 怎样才不多三恶道呢 我在经论当中 诸佛菩萨常常教计我们 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你就不多三恶道了 善恶的标准 我们在讲习里面讲过很多 诸位要记住 所以要以这个标准来断恶修善 善中之善 我过于学佛 学佛是学觉悟 学政治正见 学身心清静 我们学佛 学佛决定不平行 我们看到现在 有许许多多学佛的人 把路子走偏差了 学迷了 我们过去一再的 以同学们书 学佛入门的基础 就是在善恶因果 所以了还私信 不可以不独 不可以不独 那个里面讲的是 是法的因果 只能够免三恶道 生三三道 涅槃正路光这个还不行 虽然不行 它是涅槃正路的基础 你人天都得不到 哪里还谈得上涅槃正路呢 当然谈不上 所以要从人天善法 垫进根基 佛门里面 经典入门的 那就是阿南问世佛 吉凶经 这是入门 这是学佛人的入门 这部书里面 给我们说的清清楚楚 应该怎样去学佛 依照佛法来修学 这是真正的佛弟子 违背了教义 那不是真正的佛弟子 所以学佛的结果 有吉有凶 并不一样 同事学佛 为什么得的果报不一样呢 它有原因的 这是我们要深深去研究 使我们在这一生 能够成为真正的佛弟子 所向吉祥 这部经 阿南问世佛吉凶经 这部经我们牢上也有讲过 我们最近可能会在 华藏卫视上再播出来 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认真来修学 这个可以跟诸位好好的来修学 来做参考 我们最近会在电视上 会再来播出 再来内盘正路 这就包括大小城的火法 小城四果四项 大城则是菩提道 这是灭盘正路 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这就是桌子里面 前面两行 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后面两行这是更殊胜了 不但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而且还发愿要带众生受苦 带众生受苦 注决里面在七十二页的这个书里面 倒数第一行 后二行 愿花心殆苦 成就菩提 大书有真有事 大书就是别形书操 这部书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真就是问 是就是解答 用问答来解释 再来我们还是看这个书 也是七十二页的 倒数第一行下面这里 真云苦由夜深 我无事业 何能带得 这个问得很好 苦果是由夜深的 众生造这个罪业 他要受这个果报 我没有造这个业 我怎么能带他呢 我造这个业 我也受苦果 他也不能带我 那怎么能带呢 这个问得很好 下面大师给我们解释 这里面有七个意思 说明 普贤菩萨 行愿里头 带众生苦 这个意思 大家要好听 七十三页第一行 书一者起悲 就是生起大悲心 主要晓得 大悲心就是菩提心 我们大悲心生不起来 就是菩提心化不起来 实在讲 身心 直心 从什么地方去显花的呢 要从大悲心显露 执心好比是树根 埋在泥土底下 看不见的 身心 好比是树干 你不太注意的 大悲心是枝叶 你看树好大 你看到什么呢 看到树叶 枝条 花果 所以佛门才常说 佛法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由此可知啊 菩提心里面 最重的就是大悲心 要对一切众生平等 清净的慈悲 真正能够舍己为人 这是菩萨心 菩萨花心 这个底下住得很好 这个书 为明知 自居凡地 势必不能 我自己是凡夫 业障很重 这个事情我做不到 做不到 要发心 做不到是什么呢 是自己 智慧不够 力量不够 我不是没有心 我有心 换句话说 我的心跟佛菩萨 没有两样 我的智慧能力 比不上佛菩萨 心没有两样 这样就好 常常能存这个心 渐渐智慧 就能生起来 能力也会得到 为什么呢 智慧能力 都是从大悲心里头生的 这种修行 这种修行 自古以来 称之为 从根本修 所以啊 你要懂得这个修学法 一定要发这个心 其实就是在凡夫地 不是不能带 还是有许多 那是真正带众生苦 下面就有说 七十三页第二行 二者修行 为修诸苦行 后能与物 作真上人 吉明为代 所以我们想想啊 我们今天修行苦 我修成了 干什么呢 我修成了 为利益众生 为度众生的 那你今天的修学 不就是带众生苦吗 好比你们在学校 念书 念书苦 你为什么要念书呢 将来为了 服务社会 照顾人群 你今天学校吃这些苦头 都是为社会的 那是为将来 替众生解决问题的 你不是为他 谋幸福的吗 不就是带他苦的意思吗 所以啊 认真修行啊 实在讲是带众生苦 诸佛菩萨 无量节的修行 是为了我们而修的 不为众生 他何必要断烦恼 要学无量法门呢 又不着 我们前面也说过 断尽丝烦恼 就可以 修一个法门就行 自己就可以出三界 了生死 自觉就够了 为什么还要去断尘 成沙无名呢 为什么还要去学无量法门呢 那就是为了要救度一切众生 这是大愿啊 这是菩萨令人敬佩的地方啊 所以应当要花这个愿啊 修行 像诸佛菩萨那样的难行苦行 说旨在的话 我们今天办不到 我们今天在人世静缘里面 静是静见 缘就是人世 在这人世环境 物质环境里面 遭受一切挫折 要能忍了 这静缘里面 我们能舍 能放下 修不施菩萨命 我们行归道己 我们修词皆菩萨命 周围要晓得 这里不是死的 绝不是说 这里一条一条 我这样做到 那是死在这里里头 没用处的 这里是什么呢 这里是规律的生活 无论做什么事情 有条有理 就是借力 城市不乱 这是借力 从前 老上说啊 他在中广录音的时候 那是好早好早以前 人家的作业程序 就是借力 他一定要按这个程序做 所以他不会有误失 比如露音袋 到那里去 一定是新袋子拆开 包装好的新袋子拆开 如果是旧袋子 他不要 为什么呢 怕自己入的东西 把它洗掉 东西搞错了 一定是新袋子 当场拆 当时拆 拆过之后 袋子马上回转 转一次 怕袋子当中 有断掉的 就是检查一遍啊 然后再回头来 重新开始录 他一定要经过 作业的程序 这就是借力 这就是借力 比如啊 在家里 你烧个换 烧个菜 也有一定的程序哦 火候也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放个盐 不能太多 不能太少 通通是借力 那条不是借力 借力是我的 譬如说 这个借力里头没有 没有 你就乱搞 乱整了 哪有这种道理 所以主要晓得 借力是个 规律的生活 小成借是自律的 就是自己私生活 一定要有规律 穿衣吃饭 大人借物 都要有规律 借 跟我们礼是一样的 借条里头 只讲大原则 每一条里头 都含的境界 都广大无边 你要把托 看成只有那么几条 那就太简单了 那佛菩萨有什么稀奇呢 菩萨界就是我们对人的规律 我们应该如何待人借物 待人借物应该守的规矩 这是菩萨界 自己设施活 一个人应当守这个规律的时候 那就是比丘界 比丘尼界 你要懂得借力的精神 否则的话 怎么辞呢 天天努力而不懈怠 就是精进菠萨蜜 前面四种 天天在那里中 心是清净的 就是禅定菠萨蜜 样样都做得很好 一切都非常明了 而不执着 就是菠萨菠萨蜜 活的不是死的 这叫真正修行 所以修行人 我认在家出家 同兄们要记住 天天欢喜 滑喜充满 你这个修行就有效果了 你就在菩萨道上 你就在菩萨道上 如果修的心里很苦闷 你要觉悟 你已经离开菩提道 走到插入上去了 才会有苦 如果在菩提道上 决定是花喜充满 他破明开悟 离苦得乐 绝对不是越学越迷 学到最后是离乐得苦 老和尚说 他看不少修行人 无论在家出家 他说 我不学活的时候还蛮快乐 一学一苦 他是真颠倒了 不学活的人好像不迷 学到佛越迷越深 这是痴迷不悟 离乐得苦可怜 我看到这个样子 也会感叹 缺解了经意 所以学活还是要多听 不但要多读 一定要多听 有很多意思 你看也看不出来 看筑解也看不出来 必定要多听 所以修行真正是 带众生苦 再来书 第三 也是七十三页第二行 下面 流祸 这个比前面境界要高了 前面那个境界 我们可以办得到 那个修行 我们可以做得到 我们 我们要是有觉悟的话 现在就能做到 这第三 我们做不到 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是什么人呢 是圣人 不是普通人 阿罗汉以上才行 阿罗汉已经了生死 出三界了 这是我们讲最起码的 他修成九次地定 超越六道轮回 他可以不到六道里面来轮回 可是想想 众生很苦 我还是继续不断地留在六道 帮助众生 教化众生 有这种人 但是像刚才讲 六道是果报 没有这个业 他怎么会到六道来呢 阿罗汉要想再到六道来 这个六道的业 不能断尽 要留一点 他有能力把它断尽 他不断 留一点 留一点干什么呢 再回到六道里头来受果报 视线这个身形来度众生 这真正是慈悲 慈悲到了极处 比如啊你们在学校念书 你们不是菩萨 菩萨怎么样呢 大学毕业 毕业就离开学校 走了 不会再回来 为了要帮助后来的这些学弟们 要帮助他们 怎么样呢 就是我的毕业考 故意考个不及格 要留级就留级 留级才能帮助后来的学弟 你看看慈悲不慈悲啊 所以这些阿罗汉都快要毕业了 他故意不及格 所以还留在三界六道里面 其实啊 诸佛菩萨通通都是这样的 佛菩萨要不留级 我们怎么会见到他呢 他就不会到三界来 他肯到三界来 通通都是留级 这是真正了不起 这真正是带众生苦 有能力断而不断干净 由此可知啊 阿罗汉里上的那些佛菩萨们 各个都是带众生受苦 都有这个意思 不过到他那个境界里面 他是一切苦乐 忧喜舍都不受 我们眼光当中 他是带众生苦 在他是无所谓的 他的心是永远清静的 这真是大慈悲心的显露 再来看第四种 第三行 七十三页 第三行 舍命 当然这个里面是有神通的 如果没有神通的话 必定是对佛法非常通达的人 他才能做到 如果自己在佛法上没有成就 这条我们做不到 舍命 舍生命 如果自己在佛法上没有成就 这条我们做不到 书 再来 若见众生造无间业 当受大苦 无意方便 令不造业 无间业 他造 多阿比地义的罪业 多地义太苦了 我们想救他 救他怎么样呢 又没有办法 又没有方便法门 不能够终止他 不造业 那怎么办呢 你看这个书 愿至断命 先多地义 比多月死 另比脱苦 乃名为代 这是真大呀 所以这决定是阿罗汉以上的大菩萨 你看到他造众业要多地义了 他先到地义等你 你到地义的时候 他来为你说话 他来劝你回头 这正是向地藏菩萨干的事情 地藏菩萨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舍命 还有一种舍命的 就是我们世间人能做到的 但问题是 你肯不肯干呢 你肯不肯牺牲呢 舍起去救人 看到一个人造无间罪业 你晓得他造这个罪业必夺地义 也是没有方法欠他回头 这怎么办呢 当他这个业还没有造成的时候 把他杀了 诸位要晓得 这个杀不是犯戒 这个不是犯戒 这叫开戒 比如佛经里面有这么一段公案 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在过去多生多劫之前行菩萨道 有一次跟一个贸易团体 那时候乘船从海外回来 这船里头带了许多珍宝财物 其中有一个人起了个念头 要想把同伴都害死 他要把这个财物独吞独占 菩萨有他心痛小的知道了 这个时候没法子劝他 你要劝他 你不能这样做 你这样做将来有罪业 那他头一个杀你 为什么呢 他想我的秘密被你知道了 首先要杀你妹口 没有法子 就是利令至婚 不会回头的 菩萨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他这个罪业 他这个计划要是成功了 他要是实现造成了 他要欠全传几百人这些性命 他欠这个命战 又等于说偷盗 夺了人家这么多财富 他犯了杀 犯了盗 这是性罪 这个罪业不是少 是重 要杀几百人的性命 必定堕无间第一 趁他这个念头才起 还没有实行的时候 先把他杀掉 他被人杀了 他没有罪 他虽然起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 并没有实行 换句话说 他堕落 他不会堕到第一去 这个事情没成功 想害人 没害成 前面讲他想做恶事 他没做成 所以他的过失小 他没有罪 他有过 他绝对不堕地义 这个等于说是从地义里 把他救出来 从三二道里头救出来 菩萨这样做 有没有罪呢 有 杀人当然是有罪 菩萨他的愿望是 灵验我堕地义 不叫你堕地义 这不得了啊 这就是带众生受苦 他是大慈悲心 杀他的 为带他受苦而做 这样大的牺牲 这是什么 再来第五 七十三月 第五行 书由初 初是什么呢 我们初发心的时候 曾经花过这个愿 书未 由初发心时 有愿在先 愿常处恶趣 乃至即是 身为大义 即名为大义 这也是释迦牟尼佛 因地行菩萨道的事情 在寂放这个时候 菩萨视线大鱼 故意游到岸边去 被人捕去 他们可以能够保持 解决他的饥荒 这个鱼是什么呢 那个鱼是菩萨变现的 这是真正以身代苦 但是这也不是我们平常人可以做得到的 再来书第六 也就是七十三页第六行 同真 为愿事修善 苦事修恶 恶修皆是信聚 故约同真 善乐无自信 信就是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 悟了就是三 谜了就是恶 所以同是自信 谜悟不同而已 相不同 作用不同 体是同的 所以体教同真 再来书 以即真之大愿 前至即真之苦处 令彼前消 即名为代 这就是诸佛菩萨 明明之中 加持一切众生 所以有些人作恶 他会受什么呢 受良心的责备 那就是佛菩萨加持的 有些人作恶 所谓是他良心也没有自责的 这就是佛法里面叫一禅体 一禅体叫没有善根 那个没有善根 这种人少数 毕竟不是多数 譬如之前 老老上讲这个 这个君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前几天 老老上说 报纸上判刑的 那个卖收水游的 法官问他 有没有后悔的意思 他一点都没有后悔的意思 这在佛法叫一禅体 一禅体是什么 断了善根的人 断善根的人 果报一定在地狱 他一点善根都没有 照一切恶事 不知道后悔 没有良心责备 我们一般讲 上尽天良 没有良心 这个罪恶是很重的 只要还有一点良心在 佛菩萨 明明之中都会帮助他 所以他的良心 常常会发现 一定能够改过自心 再来书第七 就是第七十三页第八行 这就是佛菩萨为什么要发心带众生苦 那就是佛菩萨的观念跟我们不相同 我们不晓得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晓得 他晓得 尽虚空 片化界 是一个自己 是真正的自己 所以众生苦 的确就是自己苦 众生乐 的确就是自己乐 所以啊 我们后面讲到 恒顺众生 就是基于这个道理来发明的 令一切众生 欢喜就是供养诸佛 就是令诸佛欢喜 你叫众生受痛苦 就是叫佛受苦 叫众生受难 就是叫佛受难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而后才晓得如何来修供养佛 供养菩萨 供养三宝 一定要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这一段 我们就跟诸位介绍到此 然后我们再看经文 我们又回到72月的 第七行 这里经文 若诸众生 因其积极诸二月故 二月的确是如此 不仅我们这一三一四 其实是生生世世 在造二月 怎么晓得呢 老儿上说 他跟同学们说过 你们把十大愿望一条一条的自己好好 缓醒简点一下 条条都违背了 第一个礼敬诸佛 我们对人就做不到 我们对几个人有礼貌 有尊敬心了 没有 我们这条没做到 我们这条没做到 菩萨修这个法门 当然一切众生 我们所谓是有迷有物 有杀有恶 愿意接受我们礼敬的 我们对他一定要礼敬 不愿意的 我们回避 回避他心里欢喜 总而言之 菩萨所在之处 念一切众生 生欢喜心 他不愿意看到我 我回避他一点 让他心里欢喜 不要叫他生怀恼 这就是礼敬 一定要明白 礼敬的意义 行法 境界 你才能修 要不然你怎么修法啦 称赞忏悔 一直到后面 普皆违向 我们没有一条左道 所作所为 以十大愿望 十种形法 完全相违背 这就是 积极诸恶也故 所以我们今天 感的这个果报 是极重的苦果 这是我们自己 现在当前 所成熟的 怎么样 消业障呢 给主人说 你要好好地记住 唯有念佛 可以真正的 消业障 业障消除的像 自己能够察觉得到 你心里面清静是 业障消除了 常常生欢喜心是 业障消除了 夜晚不做噩梦是 业障消除了 遇到一切静元都很顺利的时候 这是业障消除了 得失懊恶的心天天减少 这是业障消除了 要从这些境界里面 看念自己的功夫 我们认真自己修行 帮助别人 以佛的教理 教法 为人演说 这就是待众生苦 尤其是后面两句 第72月第八行 经文 令比众生 息皆泄脱 究竟成就无上菩提 这是菩萨发愿 待苦到的极处 众生不成活 菩萨待苦之愿 就一天不能够间断 这一段是回向菩提 我们再看 下面一段 回向实际 73月倒数第一行 经文 菩萨如是所修回向 虚空借境 众生借境 众生夜境 众生环瑙境 我此回向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理意业 无有疲业 这一段经文 我们在每一科里头都读到 静法界 虚空界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 以回向实际一样 注决里面说 这个74月第三行 注决 大书云回向 所以要三处者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 这个书 凡是菩萨 必大悲下化 大致上求 更需离众生相 及菩提相 故须三言 这个道理在此地 着相的修行不能够圆满 所以一定要回向三处 原理就在此地 他下面 他要给我们举例说明 这书 第一 证实相 你必须要回向众生 你要不回向众生 换句话说 你证不了实相 证实相 我们换句话来说 譬如我们念活 要想念道理 一心不乱 证实相 就是理一心不乱 你不能把你所修的一切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这个理一心不乱 得不到 我们 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 我们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念念旧想 成就理一心 上品上升 花开见火 把我与众生的界限突破 我与众生是一 不是二 融合成一体 你就很容易 得理一心不乱 所以大家注意哦 度众生必须回向实际 这里 就是度众生必须回向实际 必须回向菩提 为得菩提 为得菩提 那也要回向众生 也要回向实际 可见的是一而三 三而一 这三个是分不开的 这是说明为什么回向一定要向这三条 ok 那么我们今天 我们的这个就讲到这里 我们刚刚的这一段经文 那我们再念一次 菩萨如是所修回向 虚空借静 众生借静 众生夜静 众生烦恼静 我此回向 无有穷静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也意愿 无有疲厌 这是菩萨如是所修的回向 好 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来回向 愿意此功德 庄云佛净土 上报士同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花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我们今天 护讲 讲经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焰成立诸众生 树往无量光火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至归一佛 当眼众生提解大道 花无上心 至归一法 当眼众生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至归一身 当眼众生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荷兰胜重 谢谢各位 感恩各位 若人与此普贤愿 独送受此吉言说 果报为何能正知 决定获胜普提道 若人送此普贤愿 我说少分之善根 一念一切西皆远 成就众生清静愿 我只普贤书胜喜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万无量光活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